最快在6月23号 那我们就可以来对我们孕妇 来做施打疫苗的动作 前一天高雄市长陈其迈 才在防疫记者会上宣布 一到五类孕妇都能达到莫德纳 而且还说6月23号开始 全高雄市的孕妈咪都能接种 直接超车中央政策 没想到22日一早 就被指挥中心打了回票 孕妇所列是第六类 那目前只有开放A例的部分 陈宗燕说没这回事 孕妇要打还得照顺序 陈其迈的接种策略是超前部署 还是逆时钟 指挥中心没多说明 只是就在全国防疫记者 会后不到一个小时 上午11点指挥中心对外发声明 即日起全台孕妇都能选择 要接种AZ或是莫德纳 先前是中央地方不同调 没想到一下子大翻盘 变成中央自打嘴巴 也被外界质疑 难道是为了要护航陈其迈的 接种政策吗 而除了疫苗话题 民众也很关心 近日明明确诊数下降了 为何死亡率却不减 反正飙高到4.04% 三级警戒完之后 我觉得确实全民的努力 以及这样的一个政策 事实上是有让隐性感染的 扩散减低 死亡就是前一波 留下来的重症 它需要大概一两个礼拜时间 再慢慢这个所谓的 这样的一个看到这样的一个 现象慢慢减低的状况 专家认为确诊人数下降 就是因为三级警戒奏效 但若想进一步降低重症死亡率 除了打疫苗快狠准 也要扩大社区筛减量能 才能揪出漏网之鱼 欢迎室温柴宇 志黄佩涵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